坐前一點 很豐富的內容 今天會說很豐富的內容 很快的 大家坐前一點 今天很豐富 好 我們30分準時開始 準備好嗎 好 準備開始 今天我講一個主題 是iAdvisor iPhone用過沒有? iPad用過沒有? iAdvisor 就是用這些器材的人 我先介紹一下自己 我叫Alpha Alpha 我是2009年加入財務策劃行業的 2009年至今九年了 我相信有很多是前輩 當中拿過一小小業界獎 還有做過六年MDRT 我簡單的背景 我一點都不厲害 但是我來自己的團隊 就很厲害 我團隊厲害了 都是美女 在我們公司裏面 我們團隊曾經拿過一些大獎 一些大的區域獎的第一名 同時間這個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上過一個雜誌 特別的 highlight 我們曾經在公司幫我們計算 做過一個叫MDRT ratio 我們做到100%的 整個團隊都是MDRT 給我一點掌聲 多謝我的團隊 OK Next iAdvisor其實說什麼呢 我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正在用哪些器材 很快的 我講話 大家要留心 還有會用一些Apps 到底有什麼Apps幫到你們 還有會有什麼Accessory推介 很快的 Super Fast Super Focus 如果大家抄不及 我相信都抄不及了 很豐富的內容 大家準備好嗎 好 Are you ready 好 來吧 下一頁 下一頁 我自己用iPad的 為什麼呢 遲些會知道 我用的手機是Samsung的手機 Note 為什麼呢 大家會知道 這兩個圖 什麼地方 北京 北京 這是小弟來自的地方 香港 我們平時香港人 走上去 叫什麼動作 回大陸 過關 過關通常做什麼 北常 通常我們會搞到 SIM卡跌到周圍 我們這部手機 我用的手機是不需要的 如果你的手機 會跌到SIM卡周圍 我建議大家用一個動作 一個叫一卡兩號的東西 明白就明白 不明白都要下一頁 但我建議你下一部手機買的 就是一部Samsung卡的手機 為什麼呢 如果你是一部Samsung卡的手機 你可以 一次過 入兩張卡 入完兩張卡之後 你是可以 用不同的卡 去打不同的電話 如果大家明白 用過的話 就知道 雙卡手機 雙卡雙待 這個意思 另外 用蘋果手機的朋友 很多 通常看到這個是什麼 容量爆了 然後你要刪除相片 其實很簡單 你下一次買的手機 可以 external memory 就可以了 如果你插這張卡 你的卡爆了 就換一張卡 這個是非常簡單 另外 如果有人用一個 相同類型手機 Android手機 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 你用到 Storage卡 又用不到 SIM卡 很麻煩 其實世界上 是有 有一個 神 什麼神 將 SIM卡 刊接 進去 Storage卡 你可以一次過做到 這個大神 是什麼 某寶 這個是某寶 大神 大家 說真的 有很多古靈精怪的師傅 如果你有這個需要 之後 Add我 我給師傅你就可以了 時間關係 全部都是補 我們下一頁 好 我們用手機的螢幕很小 又買一下東西 又用一下 計算機 用一下其他其實是用不到的 如果你的手機是會有 Next step Multitasking 的話 就好很多了 譬如我秘書跟我說 你有個客人要交三張保單 一個家庭 一個土豪 一個大丹王 一個Alpha的粉絲 加起來要交二萬八美金 我不知道是否 不能發給客人 我算一下 下面算 看上面就好很多了 其實我相信現在很多手機都有的 iPad都有的 大家不知一下 我很久沒用到 好 下一個 這是什麼 這個 有什麼共同點 他們 是呀 是綠色 是呀 會搭的人 其實都是 都是叫做什麼 強迫症的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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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這些東西混在一起 綠色 我們商業和生活混在一起 其實呢 有沒有想過 可以分開的 或者不分開這兩個 我們 如果微信可以開兩個 Whatsapp可以開兩個 在同一部手機 你覺得爽不爽呢 一個小號一個大號 你做什麼都可以的 OK 我是他的粉絲 他的服務很好 其實是同一個人 可以 這部機呢 已經自己自帶這個功能了 我沒有做過任何事情的 是可以開兩個 那如果你有空 有空玩了 Multitasking的話 你可以非常之 人家分裂去做這件事 OK 另外 另外一個非常重要 幫我們做business的 一個工作 不是一個功能 就是 在手機上面寫東西 在手機上面寫東西 我相信現在很多手機都可以 但如果你有支筆的話 你可以寫一篇文上去 如果你沒有支筆的手指 就畫個圈 OK 所以 譬如 我是香港人 你遠點去 我可以仔細畫一條 東西給他看 然後share 給他 這個是很幫到 這個工作 另外 我個人來說 英文不是特別好 如果這個手機 有即時翻譯功能的話 我相信 客人發一些東西給你 你會容易做很多 這個有 對下去 懸浮 就有這個功能 厲害到怎樣 你看到網頁 直接去翻譯 你看到圖片 直接翻譯 甚至 你用相機 都可以直接翻譯 OK 剛才有講的那部手機 大家再買的時候考慮 另外現在教大家一些apps 通常 這張是圖 這張就是scan 一定有分別的 我們用那張照片 交到公司 交到銀行 他打轉後怎樣做 客人又沒有scan copy 原來有一樣的 叫cam scanner 講一次 以後下來的app 很快就沒有了 cam scanner 將這張圖 變成這張圖 怎麼變呢 我準備了一條片給大家 希望聽得到聲音 如果這個時候有cam scanner 就會方便得到 對著它拍照 你自己會拍到 在哪一邊的 不得了 就是按照片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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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需要拍到 那邊的 可以選擇 那邊的 不得了 就是按照片 完成 所以剛才那張照片 所以剛才那張照片 其實就是 我用cam scanner做的 並不是什麼scan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 可以用這張app 很好用的 好 右下一個 Next OK 另一個 這個是什麼 通常我們約一些人 去地方等 等 等 又不知道 用Whatsapp share 用微信 share 經常都找到一些地方 我研究了很久 最好的方法 就是用Google Map 我舉個例子 譬如 這裡是哪裡 convention center OK 我約了個朋友 convention center 等 然後說 不如對面等 對面 我的車拍在這裡 OK 但發覺對面 是有這麼多的對面 如果是女性朋友 就更加頭痕 解釋不到 我們用Google Map 是可以解決的 又看看demonstration 我自己說 這裏 我督了落產機的會議中心 其實我如果 按下去 兩秒鐘 就會編了一個項目 編了一個項目 編了一個項目 其實你當然 你可以直接分享 你不直接分享 都可以的 你看看街景 看看是不是這裡 是Google Map 大家都會有這個功能 看完街景 confirm了之後 你看到這個項目 你就分享給它 OK 分享給它之後 現在就要神奇的事情發生了 都沒有神奇的事情 就要多一個項目 我發給一個客人 OK 他會 他會有些 你不要 你自己 我們就可以 我們在這裡 那客人呢 就會收到訊息 那客人收到訊息 他會看到 咦 有條link 那客人只需要按一按 一個link 就會造成 咦 我的情況 那我們就 實食 沒有痴牙 一定不會 其實我自己收到訊息 因為我是WhatsApp商開的 自己寫給自己 給大家看 Google Map 其實多一個功能 是隱藏功能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研究過 就是 你去一個地方旅行 你沒有流量 你先去下載 只要記住一個字 就是OK Maps 你只需要去你的地方 你打OK Maps 那你就可以下載到 離線地圖 看到這個畫面 OK 這個是小筆記 很快的 又沒有 好 接著呢 我們會介紹一個 極之好用的軟件給大家 不知道多不多人認識 這個軟件是怎樣 就是譬如我是用Note 你是用蘋果的手機 它是用PC的電腦 它是用Mac機 那我發射件怎麼發射呢 其實有些軟件 就可以互發射 就是亂發射的 OK 這個軟件叫做send anywhere 沒有的了 按的了 畫面 街面極度簡單 一個send 一個receipt OK 你按了send 譬如我send 50張圖 原圖來的 再加3個pdf 亂七八周就可以的 接著它就會出了 個code給你了 你接收那個人 入個code就可以了 你就會馬上收到它 是不是超級方便 你只要有browser就可以了 這個是browser來的 就是你用任何的電腦都用得到 大家記住這個app 不明白的 之後再加我 我們研究一下 另外一個經常發生的情況 就是你跌了一部手機 樣子就會變成這樣 那為什麼會這樣激動呢 原來就是你手機裏面的file 你的message 你的相片 context 其實全部東西都有的 那股市來說 就一定沒有了 那現時我們有個 有個好一點的方法 叫做雲端 蘋果 有一個叫r 那如果你不是蘋果 那我建議你用google drive 喂 next google drive的concept 簡單 我所有的東西 就上google drive 然後我其他的 device 只需要lock in 其實就可以拿到 那怎樣應用在我們business上呢 back up是一個功能 你的東西都會在那裡 第二個功能 我們會這樣用的 我通常把training materials 譬如我們團隊 錄了很多教學的影片 視頻等等 如果有很多新人的話 我們作為經理 就去教他 其實很久的 不如你自己看片 我們share一條片給他 譬如這些 要做drilling 然後會有些片 那麻煩你自己按 這個我們團隊資源 很好 那所有產品 怎樣說 那客人 那同事如果太新的 跟著叫他 糟了 他說他沒有錢 然後很緊張 又打不通電話給Leader 那怎麼辦呢 然後就去廁所自己按照片來看 兩分鐘的東西 那看完之後呢 就可以搞定了 那所以其實google drive 是可以幫大家 做很多sharing的動作的 好 另外一個 又是很快沒有的 我們用iPad的時候 經常都會用iBook 那其實一點都不好用 那我個人覺得 那在美國講這個什麼 那但是呢 我們可以用下這隻 原件的叫做 Goodreader Goodreader就是 enable multi tabs 你可以 可以用這隻app 簡單說就是這樣 另外 累不累啊 我說的太快 接下來會進入高潮 會更加困難的 要用下腦 OK 接下來會教大家一些 calculation的apps OK 那 這個 記住名字 美聯吳置業計算機 OK 那這個我們做什麼 我們算按鐵的 我們算手期的 有個實際的例子 那些客人 他爹地買了一層樓給他 但是他就很有 怎麼說呢 他說 我不要做虎二代 我要做創二代 我要自己買樓 他說 那alpha我想找你 儲一下錢 買樓要給多少錢 這樣 那我們就要目標為盤 看看 幫他選了一個盤 幫他儲一下錢 這個計算機超棒 就算你沒買過樓 或者你不是很熟 都好 他告訴你你最多做多少成按揭 進入所有資料 那 重點是這裡 你會計算到 你需要付多少錢 那 down payment 要付多少 以及 經濟用金多少 簡單來說 你知道的數是 139萬2 OK 那他說 喂 可以十年儲到這個數 那一年就儲十多萬 一個月就儲一萬元 那些客人就會問我們 我對什麼儲蓄計劃 非常有興趣 然後下一個問題問什麼 最少儲多少 那Alpha就會答他 最少不儲 對吧 我們就儲最少 我們如果有目標給他的話 一萬元一個月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 我們做計劃的時候 就可以用這些計算機幫我們 另外一個 這個計算機 Financial Calculators IOS 和Google 都有的 這個有什麼好呢 就是有很多很多計算機 它多到怎樣 我隨便拿些例子 譬如 計算我們退休 好啊 60歲退休 90歲用完 那就是什麼 現在他30歲而已 那他每個月要用3萬元 OK 那問一問你 退休的時候他要有多少錢才行呢 那如果我計算這個數目給他看 叫他儲就可以了 他說怎麼搞 沒有Financial Calculators 其實現在的Apps很厲害的 你把所有東西都放進去 OK 然後右上角按一下PV 就會出的了 就900多萬左右 所以其實我們的Planning 可以開始 在一個很快很快很快的速度做到 你說我Financial不厲害 我轉行過來 都不要緊 用一些Apps就可以了 好 下一個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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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呢 有一個Sales idea 給大家 近來呢 我們的市場 就流行了一些排斥基金 很厲害的 就 可能 還有6.5來 每個月呢 你投資百二萬下去 就會有八千元收入的了 其實呢 有一個idea是這樣的 就是 如果那個客人有層樓的 他層樓檔升了兩百萬 他按些錢出來的 按八二萬出來 其實他要付錢的 他每個月還款 我計算到呢 就是給五千多元 每個月還款 那我們如果 拿些錢 銀行的錢不是我們的 放下去 支付那裏 其實呢 很明顯就看到一個 Net Cash Info Net Cash Info 你看看 那條數 夠錢又不是你的 你只需要放些錢 推過來 那你的息息是兩點多 我們給你 你每個月還錢 還五千多元 然後你每年其實 不計回贈 不計成 你還有三萬元 你什麼都沒有做過 就是把錢搬過來 正不正 這些其實可以做很多類似的事 我們用這些計算機就可以了 好 下一頁 時間很多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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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接著呢 就會有一些 我都不敢到處走 有一些不同的計算機 有一些可以計算BMI ok 有一些可以計算其他東西 計算 一些financial ratios excuse me something get wrong with the pointer 接著呢 我會介紹大家一些很有趣的東西 認著這個人 他叫做小明 小明在一個重要的appointment的時候 不記得了大張方 你們試過的 通常會怎樣做 有一個下次再見 客人沒有時間給你下次再見 其實呢 在我們的市場上 是有一些 可不可以有人幫我按 next 是有一些這樣的店 大家見過沒有 他們有apps的 不賣廣告 你們知道是什麼店 可以 但其實我試過去一些 回國內探訪朋友的時候 去這些店 是沒有apps的 那怎麼搞呢 是了 什麼apps 就是photomax的apps 他自己公司的apps 有一個神奇的產品 大家可以考慮去買的 這個神奇的產品 它是一隻USB的手指 但是它是什麼都可以插的 iPhone都可以插的 是了 是這樣的 台灣制出 好不好用 我又沒有特別試過 大家可以試一下它 我剛才介紹 send anywhere 其實它的限制 就是它用網絡 如果網絡不好 或者File太大 是搞不定的 剛才那樣東西 就搞定了 咦 咦 沒事 因為時間不夠 我就飛過來講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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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會這樣呢 excuse me 這些不講了 試一下 介紹一個特別的輸入法 給大家 平時大家駕駛車的時候 要回message 不要這樣做 在走路的時候 回message OK 有個按照的輸入法 你看看 順非 大家看到 客人問我 要搞claims 怎麼搞 其實呢 我錄音說就可以了 它是該死的 幫你加10號和句號 就是很準的 這個輸入法 在廣東話來講 大家記住它的名字 不要問我 這個直接會用 好了 根據大會要求 我們需要講個mdrt.org 這是我們的官方網站 裡面有很多resource resource 就是resource送 接著就在這裡按 自己會按 剛才Joyce說過 可以bookmark 很棒 你search都可以做到 這裡大家可以研究一下 見時間還有1分鐘 我還有一句彩蛋給大家 認得它吧 只剩下一隻蛋 開呀 Next Next 開 Next Next 然後 彩蛋在這裡 糟了 它 情景一樣 但它是半山區 它是沒有店 那怎麼辦 怎麼搞呢 看到是什麼來的 是啦 這個是Wireless 是True Wireless的Printer 它是真的不用插電的 裡面有電 它不用 它無線可以Printer 如果有駕車 我看你配一部 它是某個牌子 它是厲害到 它充電 是可以用充電簿來充的 OK 如果你說我沒有駕車 那我們可以買車 或者 或者其實這部東西 喂 按到一頁 Next Next 或者其實這部東西真的小到 你拿出去就可以 OK 這是一個很好的功能 有一個很好的工具 大家可以玩一下 如果有Q&A的話 應該完了 給我掌聲 太累了 我相信 我會在MDRT年會裡面 講得最快的 很快 很豐富 如果大家想拿PowerPoint 或者上這部交流的話 你可以 可以 可以按我的 這個就是小弟 那 多謝大家的時間 希望今天還要開場 明天正式MainPlan 的時候 大家多拿點東西走 好嗎 好 謝謝